今天有网友爆出2016年时 一次Guy主动给女粉丝发私信的聊天录屏 视频中 Guy主动说要撩对方 言辞漏口引发争议 5月7日下午 Guy公司《众梦传媒》发布声明辟谣此事 称网传内容属于恶欲抹黑 严重失实 并透露周延与王思然相识相爱于2016年11月 双方自确认关系后彼此互近乎外 就不存在任何有为道德的行为 要求别有用心者立即停止造药行为 否则将严肃追责